民進黨議員韓四川 因為日前開車撞死了這個愚姓騎士 今天他是二度到這個死者靈堂 來向這個王者還有他的家屬來致歉 在韓四川先前不但是每天打電話 而且在這個愚姓騎士 在醫院搶救不治身亡之後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他非常的沮喪 對這個死者的家屬萬分抱歉 但是很遺憾的是這個死者的妻子 今天上午發生了一個意外 是墜樓送往這個小港醫院 來救治這個議員聽到這個消息 心情大受影響 來聽一下稍早他的訪問 由於這個死者家中 不但有這個老父親 而且還有一個還在念鍋中的女兒 而這個妻子是越南籍的 嫁來這個台灣二十幾年了 而他的先生是整個家中的經濟支柱 在意外發生之後 我心情低落 這個議員也前往這個醫院來探視當中 我心情低落 然後 感谢观看